养友 是四个泳姿里面 它的速度仅次于 叠泳和自由泳的一种泳姿 它平躺在水面 身体跟肩膀略微抬起 双臂交叉向后 脚上下踢水 它的游颈是相当轻松 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泳姿 由养泳时 身体一定要自然伸展 平直地仰卧于水面 头和肩部略高于腰和腿部 身体纵轴以水平面 构成一个很小的夹角 两腿在水面下 5至10厘米 在游养泳的时候 宽部和头部的位置非常重要 尤其是头部 对身体起驼的作用 应自然地平整水中 水面略没过双耳 整个面部露出水面 目视上方 如果头部过于厚痒 会使宽部过分抬高 脚和腿露出水面 影响打腿的效果 如果刻意收起下颗 抬高头的位置 宽和腿就会下沉 增大身体在水中的阻力 同时 为保持身体的水平状态 及流线型 腰腹部应保持适度紧张 杨勇时推荐的水平状态 腿部动作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平衡 保持身体良好的流线性 并产生一定的推进力 仰勇的打水动作 与自由泳的类似 以髋关节为轴 髋部发力 脚往上踢与往下踢 交互动作 分为上踢和下压 上踢时以腰围起点 脚内旋 屈膝 大腿带动小腿和脚 向上踢腿 在踢水的过程中逐渐深吸 直至膝关节完全伸直 上踢动作结束时 脚趾不应露出水面 踢出的水花只是水向上翻腾 在下压的时候 膝关节和踝关节自然放松 从腰部开始 大腿带动小腿下压至一定深度后 大腿停止下压 转为上踢 此时小腿和脚在惯性作用下 会继续下压 使得膝关节自然弯曲 之后小腿和脚在大腿的作用下 依次结束下压动作 由杨勇时 两臂轮流交替的向后滑水 是推进身体前进的主要动力 比滑水技术的好坏 直接影响游素 同自游泳一样 杨勇的整套手臂滑水动作 也由入水 滑水 出水 空中一臂 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入水 臂的入水动作 应与身体的转动相协调 必入水时 身体会向同侧转动 手臂直伸到肩的前方 手掌向外 由小指领先 在同侧尖的延长线上 快速切入水中 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入水时 手掌与前臂 约成150到160度角 第二是滑水 杨勇的滑水动作 从下滑开始 滑至大腿 侧下方为止 可分为下滑、上滑、第二次下滑 和第二次上滑 四个动作过程 在下滑的时候 必入水后 应将手掌方向转为向下方 积极下滑 不宜过早向下滑水 当手掌由向外 渐渐转为向下时 再开始滑水 此时 随着身体的转动 和积极的伸肩 肩臂向外旋转 勾腕并稍曲肘 手指向外 使前臂内侧和手掌对准水 并有压水的感觉 接着是上滑 上滑时身体继续向侧下方转动 手向后 向上 向内滑水 肘关节慢慢加大弯曲程度 上滑过程中 手的运动速度快于肘 逐渐使手 前臂和上臂 形成良好的对水面 当手滑至肩侧时 上滑动作结束 当手掌滑过肩关节后 随即转入第二次下滑阶段 手掌 前臂 上臂 同时向后 向下 向内 加速推水 直到弯曲的肘部 完全伸直 身体开始向滑水壁的另一侧转动 为使推水动作更加有力 肘关节和前臂 应逐渐向身体靠近 当推水即将结束时 前臂内旋向下做压水动作 直至在大腿下完成伸直 最后是第二次上滑 第二次上滑是指第二次下滑后 和出水前的这段滑水 在第二次下滑后 手掌应朝下 指尖向外 通过直臂外旋和伸腕动作 手掌由朝下 向后 向内拨水 至大腿旁 完成滑水动作 第三步是出水动作 滑水结束后 迅速由肩带动手臂 提出水面 提臂之前一定要先压水 借助手臂向下压水的反作用力 和肩部肌肉的收缩 迅速将手臂提出水面 以减少阻力 手臂应伸展且自然放松 手掌方向向内 由大拇指开始向上拔 上臂 前臂和手 依次出水 最后是空中一臂 手臂出水后 以肩为轴 沿着同侧肩的上方 在垂直面上 直臂向前转动 当移至肩的正上方时 前臂要向内旋转 使掌心转向外 小指领先 为下一阶段的入水 做好准备 注意 在空中一臂时 臂要尽量伸直放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